大家好,我是毛豆腐 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 我还能走到总决赛 我现在成天正眼闭眼 全是邪稿 还快乐不止五分钟 这三个月我架在一起 可能也就快乐了五分钟 就是第一期 我从底下胜到上围去的时候 五分钟之后 我把上围去的沙发做塌了 很尴尬 我也是第一次录节目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假装没事在那坐着 当时那个黑灯老师 坐在我后边 他还问我毛豆腐 你是不是给沙发做塌了 我说黑灯老师 你这个耳朵确实好使啊 黑灯老师 他说不是,你压我脚了 快乐不止五分钟这句话 特别适合我骂 他看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 都想一定尝试一下 我十八岁那年 他看了一个电视剧 叫《施病突击》 一个月之后 他带我报名入伍了 我说妈,怎么你沉浸了 我去体验 幸亏他看的是施病突击 他看的又是正宽 这样不得给我送贡里去 我之前明明是个厨子 我在饭店干了三年 从洗菜到切菜 马上就能上灶了 我当病去了 后来到部队人问我 有没有特别拿手的菜 我说我鼠塞沙拉洗得特别干净 我小学初中过得都特别的快乐 后来就顺利地上了中传 我们那个中传叫的是 钱贡汉贡 连叫我们做饭那个老师 原来都是汉贡 成天上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炒菜 下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汉贡 我去学厨子 是因为那边 我看了一个动画片 叫《仲华小当家》 那个漫画对我影响特别大 它是个热血漫画 特别重二 我上学第一天 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学厨师 我说因为热爱 因为碰热会给人带来幸福 同学都梦了 不是因为咱们学习不好吗 当我长大之后再看 我就感觉这个漫画有点问题 那漫画应该就是厨子画的 漫画里那个国家 那个厨师的地位 够到人人迷惑呀 小当家从九子夫上 到旷夫正义 警察和大夫的活的全干 小当家走在大街上 看见一群人在打架 就说喂 不要再打了啦 你算老几呀 我是一名厨师 他们就散了 你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呢 一群人在打架 你跟我说别打了 我是个厨子 那群人都梦了呢 你补上半吗 厨子有什么可狂的 那个小当家 天天也补上半 天天云游丝海 我记得有一集 是刀了一个村庄 那个村 所有人不知道是得病了 还是中毒了 找了各种大夫 都没治好 然后小当家来了 草两盘菜 好了 这个事要是震的 这个毒就是厨子 瞎的 厨子治病多奇怪 人家问你 大夫 这个药是犯前尺 还是犯后尺 小伙 你这个药就是犯啊 而且那个漫画 跟所有漫画一样 还有一个反派 他们反派是一个恐怖组织 叫黑暗料理记 我能理解一个恐怖组织 里面有厨子 但是我不能理解 一个恐怖组织 里面全是厨子 那有什么可恐怖的 你怕他不洗澡 油烟味大呀 这个恐怖组织 12315就能给他们解决了 动画片里面 给他们讲的可邪恶了 讲他们有正乎世界 上人家村里 抓小孩 抓完之后 强迫这些孩子啊 学做饭 我说大哥 你说这个不会就是技校吧 他邪恶在哪呀 而且我到现在 都不太能理解 一群厨子 政府世界要干什么呀 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把所有人都 变成他的奴隶 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长地 从早到晚 给奴隶们做饭 我说你在饭店 好好找个半上 不行吗 要说恐怖 感觉小当家更恐怖 小当家草的菜 会猫光 都不是那种淡淡的光 那竿一打开 跟探招凳一样 不要做刺眼 我说你这个 不就是汗路吗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